参加奥运的选手就是我们国家的战事 那所以今天战事回家 那我跟这个校长 还有我们台中市的相亲 还有我们选手的学弟妹跟家人 都亲自来接机 我们欢迎战事回家 那家是温暖的 家永远在 回家真好 那另外呢 我也要给他们大大的拥抱 因为我是台中市的大家长 那这些孩子 这些选手 这些战事都是我看长大的 那也是我们台中市重点培训的选手 那所以呢 我们要给他们大大的拥抱 他们在奥运期间 那他们尽力了 那不管战局节如何 他们就是战事 国家的战事 那我们欢迎他们回家 媒体朋友再小心 谢谢 这位媒体朋友再小心一点 谢谢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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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让选手放行李往前 我们想要问一下 就是您在这个微信上说 林洋配是中国人的骄傲 那现在您的清大办公室也被贴上中国客座教授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好像引发蛮多台湾人的不满 从历史文化 血缘 还有民族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是中国人 这有什么不对 那么我们是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 那么从 我刚刚就讲了就是从这个方面的角度来说 中国人他不是对岸的一个专有名词 我们身为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是住在台湾 我们同样的是中国人 就是广义的华人 我不懂得我讲说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有什么不对 更何况我觉得重点在于说 我是要恭贺 狂贺 这个林洋配夺冠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对于大陆很多的球迷朋友 还有关心台湾的朋友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所以我想很多这个攻击我的 或是非议这件事情的民众 他们可能划错重点 那么我认为说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骄傲 那网友质疑说您在那个脸书发文是说台湾之光 但是为什么到了微信就变成中国人的骄傲 我发这个贴文的时候 我有不同的时间点 那么我现在可以讲就是林洋的夺冠 这个李洋跟王岐霖得冠 那么是台湾人之光 中国人的骄傲 这样可以了吗 我今天必须说非常感谢我们台湾 我们道道地地 本土台湾所培养出来的两位选手 李洋虽然他霸占军门 他是在台湾长大 他为我临台湾争光 绝对不是为我们两家 是我们台湾在这片土地上 所有人的一个同样 他让国际上看到 我们延黄子兄在台湾 可以这么克服耐劳 奋斗不懈地生存下来 也让所有我们在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子民共有荣誉 我只能说非常谢谢 等一下我要听国旗歌了 更非常感谢各位可以这么来支持 有人在传说 为什么我们的汉拿国旗被禁止什么等等 我只能告诉各位 国际上没有道义只有利益 只有我们自立自强 让台湾走得上世界舞台 那这个才是最实在的 我非常感谢 一直以来不管政府怎么轮替 对提议这一块 不管是政府中华人写签名写等等 大家对台湾的选手都非常地照顾 我非常地感谢 那也因为这样 它才能让大家有共同的荣耀 台湾加油 李昂他决定要退 他的规划 当然就是他说给年轻人机会 甚至他退下来去培养年轻人 对不对 那其实麒麟规划他要继续打 那我尊重专业 教练也早就找好了 然后呢 所以麒麟一下来 李昂可以去玩 他变成还要继续去拼成绩 那他要继续打 那继续打的意思是 他靠他的能力去提息下一代 让我们有个好的传承 所以他们的心态都一样 做法不一样 其实都是需要的 那他规划他还会继续打 巴黎奥运与球男双金牌战 终于划下终点 黄金男双李昂与王麒麟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 中国大陆名将梁伟坑宇王昌 铃羊首局21比17率先取得首局胜利 次局 铃羊稳稳地取得领先优势 可惜18比17领先时连丢4分 双方占平 第三局 铃羊把握住对手失误连连 铃羊21比19 2比1 7连胜 奥运赛场12连胜 完成史无前例的连霸记录 也是中华队本届巴黎奥运的第一面金牌 中华队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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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诗园女友陈诗园 4日凌晨在IG线豆上 后出男友王麒麟的自拍 可见王麒麟躺在羽球场上 拿着刚刚到手的金牌 对着镜头灿笑 一旁文案陈诗园则写下 这是屁孩林与她的巴黎奥运金牌 并附上奖杯及爱心的表情符号 逗趣又甜蜜的互动 闪瞎许多人 由于日前大陆与球混双组合 黄亚琼在夺金后 被同为选手的男友 刘雨晨当场求婚 如今凌阳沛成功夺下金牌 因此有网友好奇在社群平台上问到 王麒麟可以跟十元结婚了吗 怎料禁调出王麒麟本人回应 还以一个结婚的贴图做回复 凌阳加油 台湾加油为台湾争光 谢谢 爸爸对于今天晚上的赛事 有什么期待吗 我要听国籍歌啊 就这个期待 有传出说可能 今天晚上可能有求婚的打算 你对于这个媳妇有什么看法 我们都还不熟 但是人家的女儿我们很尊重 我必须要求自己的小孩先专心 就把球室打好再说 其他因为她都30岁 自己可以做主 你们都我会尊重他们 是 那所以今天有没有想说要跟琴打气说一些话 这个比赛前我都不要干涉 包括家兄已经从英国赶去 本来说要到贤手村 我只要找到那个办事处 因为办事处那个主任是我们以前东吴的同事 我就说赛前都不要 赛后再帮我安排他们见面 所以我赛前都不会跟她做任何的接触 有三名去私讯李洋 这部分你有没有帮他们生人 他们其实李洋打得很好 没有一个球员说想一直输的 那我昨天也讲过 我本身是为了小孩 我去考了那个乙球的B级教练 B级教练 我没有实际教球 因为他会在那个过程中 他会教你禁药啦 国际规则啦 今天就有记者问说 他们今天穿什么衣服 我说因为他们拍名比较后面 是对方决定 对方决定什么衣服以后 我们要跟他不一样的 所以他要穿什么衣服我不知道 那这是国际赛的规则 类似这个我都是这样去学来的 他们是不懂 酸民不懂 那我要讲的是 人家辛苦在打 双打绝对有很多外言 你们那个缘写错 缘分的缘才对 外缘因素 就外在因素去影响 所以双打我说过 一加一不等于二 搞不好等于一等于一以下 也可以等于三 你如果配合得好的话 所以是因为很多外缘因素 所造成他们没有成绩 绝对不是他们故意的 但是他们两个实力一直都在 两个自我要求 尤其那个李洋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正常 反正我小孩生活比较不正常 但是他自我的要求很大 他不正常有不正常的好处 什么他没有这个所谓的时差 他随地可以睡 随地可以睡 这是他的特点 然后呢 这一次在奥运之前 他们两个讲开了 包括我看不知道是谁记者就问 就讲这个对对方最讨厌的 麒麟我讲出来 没事翻白眼 没事会念念念 有没有 他们把这个都讲开 再加上李洋说 他是最后一次他要孤注一指 所以我就再看他们的表现 心理 心理素质 速度 技术 都可以训练 心理素质是必须要自己来 我会看到他们心理素质又恢复 我就在私下就跟说 奥金奥运金牌的实力又重现 是 所以我会淡定笃定是这样 那对于就是看到儿子现在有这样的成就 有没有什么谈讨 自己爸爸 心情 这两个小孩 绝对是我们两个家庭 两个父母的最大骄傲 我也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台湾 我们阎王子孙在台湾的奋斗不屑 然后能够让国际看到 然后也希望我们在台湾的这些所有 能以他来共同享受这个荣耀 是 那如果他们今天成功就是 连续拿到两次金牌的话 会不会是成为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现在已经是了 不需要 那就是只有这个这个景上天花 现在已经是了 他们已经给我们最好的父亲节礼物了 你昨天看了一样 对这个新立赛照的现象是怎么样 我想起立是非常的紧张 有激动感 最后 还有我们的关心 真的大家都非常开心 我想这个举国欢腾了 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然后国旗歌 想起 然后 我相信那一份感动 是全民共同的牺牲 现场能够唱这么大声的国旗歌 虽然我们在电视机前面 我们都跟着一起 大家真的是热爱我们的中华队 热爱我们的国家 怎么会想说要来发鸡牌 那如果之后有选手再得奖 会不会来加码 如果再得金牌 玉婷得金牌 我们继续加码 我相信每一位中华队的选手 都是我们的骄傲 不管前面杨勇伟也好 志颖也好 虽然没有拿到奖牌 但是都是我们的骄傲 都为国家付出非常多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多选手 我们都要给他们加油 那讲到玉婷 因为像你觉得他对战保加利亚 对方的小动作很多 也蛮奇事的 是不是要来帮他加油一下 玉婷是我们的新北的选手 他在英哥国中英哥高商的时代 我就已经见过他 也给他加油 他从小他在拳击的表现 都是我们的骄傲 参加过各项大小的国际比赛 我觉得在内堂上 大家来比较就好 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伤害我们的选手 我们永远都要 大家都要做我们选手最强的后盾 然后我们给玉婷加油 我相信最后金牌 我们期待你